这个星期的天气变化 有一点的小复杂 一不小心就会穿错衣服 感冒或淋雨 今天来说 东北季风强度开始有减弱趋势 低温在嘉义以北花洞地区 大约是17到19度 其他的地方来到20 21度左右 至于高温 今天各地都在略微的上升 桃园以北还有宜兰地区 大约是21 22度 竹苗花莲稍微高一些 23 24度 其他的地方甚至可以来到将近29度 相较昨天都有再稍微的回温一些 不过由于仍有一些华南渔气 东移带来水气 因此今天预估在桃园以北 东北部地区的降雨几率还是蛮高的 持续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震雨 其中尤其在基隆北海岸 大台北的山区 以及东北部地区 发生大雨的几率还是蛮高 而其他的地方则是多云 偶尔会有一些阳光露脸 好 未来走势还是要提醒大家 蛮复杂多变的一起来关心 明天来说温度会进一步的回升 除了在宜花东地区有局部短暂震雨 各地是渴望迎来阳光露脸 台北市明天来说高温就可以回升到 大约25度左右 低温20度左右 那么到了星期四要开始留意了 其实星期四的上半天气温都还是偏暖的 不过在中午过后就会有一道封面开始通过 接下来台中以北东半部地区 开始转为有雨的天气 接着东北季风在南下 北部的气温到了夜晚就会明显的下滑 下太16到18度 而冷空气最强的一天就出现在星期五这一天 不过会由星期四的湿冷 开始转为干冷的天气形态 各地其实天气都是好的 晴到多云 只是就是很冷 而且天气稳定之下 白天的北部的高温也不会超过20度 低温甚至下探13度 整天凉冷 那么中部以南则是要留意日夜温差更大了 中部以南的低温到了夜晚 甚至也下探13 14度而已 郊区有渴望的挑战11度的低温 至于在星期六之后 都还是持续干冷的天气形态 不过最冷落在星期五这一天 星期六温度就会开始的逐日回升 那么类似干干冷冷的天气形态 就会持续的到下周一 这就是未来几天的天气变化提供给大家 好 小丁宁就是要再次简单的提醒 等于是说星期四 星期五这两天要特别留意 温度天气开始有明显的转变 那么最冷就落在星期五冷空气达到最强 接下来就带你关心今天各地更详尽的温度预测 我是刘佳 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时事国际脉动 财经动态还有气象资讯 最接地气的新闻台 让你重要消息不露阶 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 当然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式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